X70 Series Co-Engineered with Zeiss Photography Redefined 没有错这份预算 卫生部是获得拨款第二多的部门 除了是用来帮助受到疫情影响的群体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的钱是用来购买疫苗 医疗器材上的 那不知道在现场的两位 你们怎么来看政府对于在这次的预算当中 针对卫生拨款的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拨款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在对抗疫情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拨款 那么在这一方面 我们要我们的经济复苏 那么我们的经济复苏很大的因素 就是看我们这个疫情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控制疫情 毕竟现在大家看得到 就是讲说我们这个受到感染的人数 是逐渐的在减少 最主要就是因为打了两剂的这个疫苗 这也是为什么政府现在会考虑讲说需要打第三剂 或者是如果是有什么抗药性可以去做的 我们都应该要去做 所以我想在抗疫方面 不管我们活多少钱 不只是在于经济 也是在保人命 所以我想这个钱是活得值得的 那宇航呢 你觉得这样的拨款 324亿足够吗 用来对抗疫情 那我首先一定要说 我们在谈经济 经济复苏 经济刺激经济等等 以前我们第一个首先要做的 就是要防控好现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看到数据都还挺乐观的 可是你一不小心 如果你们我们大家都不努力的去维持这个现状 还有去增加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设备 还有提高这个资工给这个前线人员 准备好他们的装备等等之类 这些都需要很大笔的这个钱财 那我们就不能的去谈这个经济的复苏 给一个短短的这个比例 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银行那边显示2018年 我们拨款给这个医疗体系的费用 其实是GDP的3.8% 而很多其他中收入国家 其实他们的那个比例是6.8%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 其实可能还可以再多的多一点 最主要是怎么个用法 然后用在什么地方 那我想请问的是如果假设说 明年的疫情恶化 那两位觉得说我们的这样的裁案 是足以来应对的吗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裁案 政府都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储备金的存在 就是大概就是100亿的储备金 来应付不实之需 所以这一方面我想纵观过去其他这个国家 开放了之后所面对的这个疫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比如讲说在邻国新加坡 他们开放了之后呢 这个ICU Bates的这个应用呢 基本上是有增加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花钱讲说 需要增加在马来西亚的这个ICU Bates 因为我们要一方讲说 开放能够扩周之后呢 那么情况将会是怎样的 就是做好了一个未雨绸缪的一点的准备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其实是希望说疫情能够好转受控 好